由中国舞台美术设计中心、中国舞台设计学会联合举办的舞台美术设计大师李星成北美巡会长在韦伯文化中心开幕 蒙氏市长林达坚、中国舞台美术设计中心美国峰会主任石军良、蓝森国际音乐节执行长弗任可章、中国日报社社长江启光 以及洛神的艺术爱好者均出席了开幕剪彩仪式 我相信他的这些作品和设计、他的才华不仅可以帮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到洛杉矶地区以及美国各地的朋友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展出能不能在当地华人和美国主流社会更了解中国舞台设计家的一个心理路程 还有他设计的理念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活动他能够在这次可以发表他更多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分享 李星成生长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河南 自幼就对文化艺术环游向往和敬仰 1996年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文化艺术的学习和专严之中 从电视艺术创作到舞台、戏曲、灯光、舞美设计都有设计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他的舞台设计艺术也日增完美 其作品善于把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完美结合 根据不同的主题创作出美容美奂的舞台美术设计效果 成为这一行业的领惊人物 从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对这个舞台美术进入了探讨与学习 这些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关于设计的经验 工作中的经验 河南是一个文化大省 也是一个戏曲大省 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给我们造就了舞台美术创作的灵感 这些年来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大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够观看共同学习 美国国家电视的记者 若潘基采访报道